- 观众朋友们,武林峰黄球小娃争霸赛新兰战的男子65公斤的比赛开始 - 啊,红方是海登,新西兰的海登 - 他曾经在新兰获得了WMC和新西兰TBA的冠军 - 蓝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 - 铁英华是在武林峰上起来的一名中国勇士 - 他从09年开始参加风行风霸赛的比赛 - 到了去年获得了中国勇士的称号 - 从一个业力选手变成一个职业选手 - 他的成长过程和精力被非常地坎坷 - 但是在赛场上,他的作风像一个小老虎一样 - 那么这个红方的海登呢 - 武林峰的观众可能觉得这个人挺面熟的 - 是的,这是海登第二次站在这个脸台上 - 因为他在去年在这个阿克兰的ASB的体育馆里面 - 也曾经战胜了伊隆的师弟啊,伊豹 - 那么在环球拳王比赛里面 - 他输给了伊隆 - 所以这个海登的身上很有故事 - 那么伊隆之所以要跟海登较量 - 因为你不是战胜我的师弟吗? - 那好,我来教训教训你 - 所以他对中国的这个传统功夫一点都陌生 - 可以说他对中国的这个伊豹和伊龙是一上一缝 - 那么今天碰到了中国勇士铁英华 - 到底比赛结果如何呢? - 通过今天比赛的开局来看,第一局比赛来看啊 - 肖虎还没有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起来 - 因为我们要知道 - 现在肖虎这个铁英华这个拳法非常的犀利 - 他的拳法很有变化性 - 除了这个左右直角弯达,他的左右摆拳 - 而且还有勾拳 - 但是今天这个海登呢 - 他的身高比较高 - 身高1.8 - 而这个肖虎铁英华的身高是1米7 - 双方的身高有10公分的差距 - 但是我们看到的肖虎很聪明 - 我的左右的直拳打你脸不太容易 - 个高啊,我摆拳 - 摆拳打下来之后 - 我可以上钩挑你 - 但是他在外面的危险 - 太危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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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我们一般人感觉到这个前手拳不是很大的大伤 - 但是我们看到小虎的这个拳法的进攻的节奏是非常的快 - 还都说哇 - 这真是像小老虎一样小老虎一样托拳的速度 - 包括进攻的节奏那么快 - 让海灯无法喘息 - 因为进攻节奏太快了 - 我为什么要给他写的说叫小虎 - 就是他的这种打法像小老虎一样 - 很凶很猛,节奏很快 - 虎林峰 - 环球全王争瓦在新兰战的比赛开始了 - 这是男子60公斤的比赛 - 红方是海德 - 蓝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 - 这是双方的第二个比赛 - 这场比赛是在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的ASB提款进行的 - 我们看到小虎的体奖在第二个比赛里面 - 硬然是非常的强悍 - 虎林峰在这个男子65公斤级的里面 - 中国勇士当中有林帅,有谢雷,还有铁英华 - 另外还有一个叫刘晓明 - 可以说是四虎上下 - 四位小伙子都长得非常的帅 - 清秀,而且非常年轻 - 不要退了,往前压着他,不要压着你 - 今天在这个新西兰的赛场上 - 看到中国勇士65年的三位勇士啊 - 有林帅谢雷包铁英华 - 今大路是没有,以后才奥克兰的赛场上 - 我们那时候说过铁英华成长呢 - 从09年打这个风争吧 - 始终比赛出现在载着 - 必须的迹壤 到了今年一二年 在这个赛场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小老虎 庭华的成长 那个庭华的比赛呢 非常的投入 他在比赛当中 他没有什么斯均达的 非常的投入 打任何一场比赛 这是一种比赛的一种思想投入上 就是他的准备期非常的充分 另外呢 他的拳法的进攻 非常的明显 他的拳法进攻 不仅有他的这种技术上 更多的是有他的力量和爆发力上 再一点 他这个拳法的进攻 是丰富多变 已经倒计时了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小廷华在前两句的最后阶段 有我们所说的每一句的收官阶段都发举一轮的攻势 这是铁银花的一种进攻的战术 作为一般的菩提选手 一般都到最后的时刻的十秒钟就想放你 因为我在前面有优势情况下 我几乎到最后的十秒钟 几乎都放你 让这几乎就是鼠辈能量打我下去比赛 而铁银花恰恰相反 一分从来四 divide 结束之前 一分abanok duction 在这牧场倒下 武林峰环球拳王正在新西兰战的比赛 男子65年级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红方是新西兰WMC和新西兰TBA的冠军海登 在外曾经战胜过中国传统功夫一豹的海登碰到了中国勇士田英华 今天田英华要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他的这种教育方式是靠自己的实力 是在比赛当中对局势的把控和节奏的控制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登被这个 田英华刚才一个上手的勾身打到了右侧的内部 仅仅的一种防守 今天的海登只有招架之功在第三局没有还手之力了 因为他被这个田英华进攻的这种疯狂的攻势 气势完全压倒 看左右的摆拳上攻 而田英华的勾拳是打掉的落步 他现在海登呢 看咬牙的坚持 咬牙坚持 现在田英华要注击对方的这个内部 对 让这个海登无法抬起头来 今天田英华又是太明显又在第三比赛当中 又是太明显了 上下下 现在看到没有 这个海登已经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也可以说是抢弩之末 现在田英华也在调整他的体能 又要发起新轮的故事 看 现在小虎是在调整自己的体能 要把节奏靠慢一下 现在所有现场的华人在为田英华加油 他们希望 中国有人是田英华 TKO海登 他们为田英华加油 因为他们看到田英华有希望 TKO对手这种可能性 和希望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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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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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田英华在第三比赛当中 前两个观众公式太猛 这时候他也就没有体能了 他要发动新一轮的故事 就没有体能 最终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女士和龍 两个уг V 天出 参加 擁好 未来 参加 宇宙 Bernic 心 快 轻 王 难 搞 您 莫 灵 封鋒是小虎 铁硬